王妃娘娘 这是安王殿下 让奴婢送来的蜜枣糕 小跟班还挺有心的 殿下 尝一尝 殿下 你吃不吃 谁送你的 安王殿下 你吃不吃啊 我不吃甜食 那我吃 其他男人送你的东西 不准吃 爷 我都打听过了 其他人的马呀 都不如咱们的 我觉得呀 咱们胜券在握 就是不知道 那位 只要牢牢叮嘱他们就行 这一次 伍白旗 殿下 快要比赛了 你怎么反而魂不守舍的 我再想 我再想 如何最快到达终点 快固然重要 更重要的是安全 虎萧营情况复杂 一定有人 不希望你成为萧勇将军 一会儿障碍颇多 你观察障碍的同时 你观察障碍的同时 更要多观察四周 暗箭暗方 我明白 多谢殿下提点 那我就放心了 殿下 你提这盒子干什么 我特意带过来给你的 给我 不对 给你的马吃的 一会儿 你的马吃完这个 有体力了 跑得快 祝你夺得萧勇将军 来 拿着 记住啊 给马吃的 好巧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是不是要和我去一个地方 这里人多 王爷要真的有事与我说 那我们一起走走吧 甚好 甚好 没想到苏王殿下 私底下是这个样子 阿姐 怎么了 我肚子疼 我去去就回啊 蓝香你 要不跟他一起 别别别 别跟我 我马上就回来 你小心点 好好好 行行行 你看这灵间紧致 十分疑人 今日晴空万里 真是 神仙都比不俩的日子 王爷 若王爷因我的出身而看清我 认为我可为玩物 那我其桌 宁愿死于这灵中猛兽之口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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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雾大会即将开始 我知道了 你 王爷 您还是早点回去观看吧 我身子不适 就先告退了 你催什么催啊 本王何时耽误我正事 走走走 大家请稍候 接下来便是骑马列骑 按照规定路线 一路上躲过重重障碍 最后回到此处 第一个夺得旗帜的便是胜者 出发 驾 是 谁 赶紧出来 好巧啊 丞王殿下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方才见您跟清平县主 一起离席了 我就想找县主有事来着 怎么县主不见了 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什么了 看到什么了 县主怎么先离开了 是吗 可惜 可惜啊 可惜我四弟这年轻漂亮的侧妃 今日将因为林间野兽 死于非命 丞王这玩笑开的 这林间静悄悄的 哪来什么野兽啊 可惜啊 是 王爷 王妃呢 夫人她刚刚突然离席 不让奴婢跟着 往哪个方向去了 这 老婆 这 老婆 啊 我 他 要是 就 你 你 要是 程王为何如此慌张 刚才我在林中看风景 宿王妃突然出现 好像是要跟我说些什么 可还没说完 她就离开了 怎么了 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 没有 刚刚有个畜生在追我 我就一直跑 程王大概是没看见 你 好了 比赛就要开始了 我们早些回去 程王 你如此狼狈模样 还是少生是非 以免皇上怪罪下来 我们走吧 皇叔和肃王妃两个人走 不太合适吧 不太合适吧 你我皆为王爷 怎么 如今管起我来了 皇叔说得是 你没事吧 没事 赶紧走吧 殿下该担心了 到现在还在惦记她 当然了 那不然怎么叫心上人 等你有心上人就知道了 我早就有了 你快点 我扶你走得快些 走 你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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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有伤 手怎么了 一点小伤没事的 我走了 走 方才我在林间实在是凶险 你吃醋了 我刚才真的是生死一线 多亏安王殿下救了我 也算是我当年救他的福报吧 所以现在两清了 殿下你安心便是 要论报恩的话我欠你的更多 三倍都不止 我不要你保恩 我要你抱我 这结果都要出来了 走走走 抱抱抱抱抱 走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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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侯爷 小侯爷赢了 你 护驾 姑娘 护驾 护驾 走 小侯爷 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上 皇上 性不辱命 你的伤势如何 一点小伤 无碍 身中暗箭 依然能拔得头宠 骁勇二字 舍你其谁 端妃 你这个外甥 当真了得 谢皇上 阿琪 自小就是极英勇的 五百起 朕封你为萧勇将军 掌虎萧营大印 多谢皇上 展姑娘 没事 安王 宿去查明 案件是何人所为 是 皇上 废物 真是个废物 肯定是那个宿王 还有他那个王妃 提前告诉了五百起 让他早就有了准备 没错 没错 义父 要不是你心慈手软 及时收手 那个五百起 他不一定能逃得过此劫 是啊 我也是因为看到 今日皇上在 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了 现在说这些也无用了 我只是憋着一口气 眼下 吴白起咱们动不了 徐靖更动不了 去 把芙蓉给我收拾了 让本王好好出出这口恶气 这箭上并未涂毒 只是涂了麻药 会让人暂时地失去力气 殿下真厉害 千军一发之气 把箭打断了 小侯爷也是很勇猛的 人家现在可是 吴将军了 我都看呆了 你别喊什么将军 听着怪怪的 还是要多谢殿下 方才救了我 箭上并无毒 看来那人不希望你死 只是不希望你夺魁 可川 殿下 属下 会去把参赛者的名单 都彻查一番 既然你没事 我就去看看荣儿 殿下 王妃娘娘在哪里 在外面吗 那 那傅宣姑娘 荣儿并没有来 你先好好休息吧 快快快 休息休息 你就好好休息吧 真是 吃 园快 傅宣姑娘这是 蓉儿的衣服脏了 一会儿她要同您一起去敷衍 实在是有些不得体 所以就同她坏了 现在兰湘再给她重新梢妆 应该能赶得上敷衍 还是傅姑娘想得周到 五百起 伤得有些严重 傅姑娘 应该去看看她 那我先去找荣儿了 傅姑娘请便 傅姑娘 傅姑娘 即使来了 怎么不进去看看小侯爷 我是来找肃王殿下 替荣儿传话的 殿下他 找殿下的 找 找殿下的 你干吗去啊 她 走了 小侯爷 没事吧 小心点 小心 小心 是不是渴了 我帮你 你怎么换了 王妃娘娘的衣服呀 这你就别管了 那个 你今日看到我 躲齐了没有 是不是异常勇猛 让人心折 小侯爷 哪有人自己夸自己的 傅姑娘亲口难开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就只能自己夸自己了 小侯爷原来伤早就好了 那为何 刚才还装出那副模样 你不知道 刚才有多惊喜 不过好在 有你的花果环保佑 我现在才平平安安的 你快坐下 听我跟你讲 刚才啊 一群人跑马